前幾次真的會 會真的會蠻難放下的 然後到後來就發現 一開始只是因為 可能有時候真的是 逼不得已 然後就是需要把他就是 可能有幾個小時或幾天給人家帶 到後來就變成說 我們其實前一天也有空 但他也會被帶走 所以我們兩個就這樣 那今天要幹嘛 突然就 是要再出第二個 國國超萌愛女超乖 一歲就能帶出國 人緣好親戚搶帶 夫妻倆傻眼無極限 哈囉三立新王王 還有娛樂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國國 龍年新大運 祝大家好運隆中來 最猛人妻 國國來三立新王王拜年啦 國國和日本混血模特老公 返蔣彥峰 去年帶下超猛愛女國將 兩人也唱在社群 分享一家三口甜蜜蜜的日常 新年到會想要拼下一胎嗎 好像 我覺得我們的家還好 因為其實我們兩面的家 孫子都超多了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家裡最小的 所以其實各位跟姊姊們 就是小孩已經子孫滿堂 現在就對他們生來 就是一個玩的寶貝的這樣子 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很累喔 小心不要不喜歡第二胎喔之類的 現在光一個就有點分身 乏數了 就是很難想像說一個以上 到底要怎麼生 所以現在就有在做保護措施 這一定要就是小心再小心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要去找我的愛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我嗎 而果果范將結婚一年 認愛得像熱戀期 日前才帶只有一歲的愛女果將出國 他也分享一套超厲害之而樹 有聽說小朋友坐飛機可能容易會耳鳴不舒服 那解決的方式就是讓他 就是可以喝奶奶 所以你要抓個時間點 就是大概在起飛的時候 可以讓他喝 然後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安排一個讓他可能 起飛前可以玩樂先不要睡覺 那他在上飛機的時候就會睡覺 他就是很乖 他每次搭飛機的時候都是上飛機 然後看一下風景 然後喝個奶奶就睡著 一直睡到下飛機 所以我就是 那個一路上也有吃飛機餐啊 什麼的都很peace這樣 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那後座的乘客還特別跑來跟我說 欸你的小朋友真的很乖 第一次的經驗還不錯 所以就開始了 會帶他一直出國 以前可能自己出去玩 或跟朋友啊 另一半 帶小朋友出去的一個禮拜 大概等於 就是沒有小朋友的一天 差很多 我們那時候去韓國 某一天只有一個行程 就是出門吃降蟹 要嘛就是在休息 要嘛就是他可能上大便啊 幹嘛的 分身乏術 我覺得好像很需要有十個或一百個我 但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因為以前我很習慣 什麼事情都都自己做 但我現在已經很free了 就覺得 欸要把事情放出去做 小孩的後緣超多耶 像我們家就是他是最最最小的孫子 所以他就是很多親戚會想要帶著玩 會讓小朋友有分離教育症 其實有時候是爸爸媽媽自己放不下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把他給家 前幾次真的會 會真的會蠻難放下的 然後到後來之後就發現 哇真的是小別聖循環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就是形成一個正循環之後 就是變小朋友也比較不怕神 那不怕神之後他就是接觸什麼人都很好 所以接觸的人都會覺得 好可愛好好帶 好想要一直帶 他就是有一個行程表 就是我們他的行事例就是 欸他這個禮拜在誰家 這個禮拜在誰家 這個在誰家 一開始只是因為 可能有時候真的是逼不得已 然後就是需要把他就是 可能有幾個小時或幾天給人家帶 到後來就變成說 欸我們其實前前有空 但他也會被帶走 所以我們兩個就這樣 那今天要幹嘛 所以突然就是 是我們再生第二個啊 蛤 3D新聞網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小S 我是吳瓜 我是波比天鵝王彩華 哈囉大家好我是吳宗倩 我是三立 我是阿如 我是麗菁 我是王靖 我是泰弱迪 快老師 大家好我是余祥犬 大家好我是柔柔 這個新的一年馬上就要開始了 祝3D新聞網的朋友們 祝各位3D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祝3D新聞網的觀眾朋友們 龍年 天天開心天天開心 天天開心天天 天開心天喜歡相呼 心相食神 幸福滿滿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身體重如龍 祝大家龍年行大運 龍年行大運 越來越好 身體健康順順利利 都給你看 都給你高興 都給你大歡喜 祝大家龍點心大運 好運很快來 新年快樂 而且希望大家都運笑得 何不同嘴 龍光歡風 好運都中來 我的愛都好你 祝大家好運都中來 祝福大家天天開心天天快樂 欣欣賞龍 深意興隆 龍飛鳳舞像一條龍 你龍我龍 今年會紅 身體健康 萬事如虹 全家可以和樂融融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龍心大運 身龍活虎 龍年行大運 Woo 恭喜包財 你想在山莉看到我嗎 不是 新年有可能 我比喲 愛你喲 讚啦